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德仁 考虑太多的问题 有时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考虑太多的问题 有时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英国一家报纸举办了一项高额奖金的有奖征达活动 题目是 在一个充气不足的热气球上 载着三位关系人类兴亡的科学家 但是热气球即将坠毁 必须丢出一个人减轻载重 三个人中 一位是环保专家 他的研究可以拯救无数的生命 因为环境的污染而身陷死亡的厄运 第二位是一位原子专家 他有能力防止全球性的原子战争 使得地球免遭毁灭 第三位是一位粮食专家 他能够使不毛之地的植物可以生长起来 让数以亿计的人脱离饥 结果这个有奖征达 因为奖金很丰厚 来回答的信件可以说是堆积如山 结果最后冠军赢得巨额奖金的 却是一位小男孩 而这小男孩的答案竟然是 很简单 就是把最胖的科学家丢出去 我亲爱的朋友 这则故事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 的确 有一些事情需要深思熟虑 考虑清楚 但有时 有一些事情 却因为我们考虑太多 而错失良机 因为考虑太多 而果足不前 比方说我自己 我的朋友里面 在十多年前 我是第一个结婚的 但很多和我年纪一样的朋友们 他们不敢结婚 为什么呢 考虑太多 没有房子 没有金子 没有车子 没有一大堆东西 而我呢 傻乎乎的 的确 人生有一些事情 需要深思熟虑 但有的时候呢 反而考虑太多的问题 反的 不容易 解决问题 期盼 在这两者之间 你我能够 拥有智慧 懂得拿捏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我是张德仁 我可以 听到你了吗 我可以 解决 我可以 在这些 似乎 我可以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